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集会主力以过来人身份分享我移民多伦多时的执行令清单 建议大家必买或必带哪33样东西过来 和不用带哪10样东西过来多伦多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记住like,subscribe和comment 首先第一部分会讲述必买或必带的物品 我会分六类会讲述 第一类就是文件和证件类 第二就是药品、防护产品和个人卫生用品 第三就是衣服鞋物 第四就是饰物 第五就是美容产品、化妆品、护肤品 第六就是电子产品 首先讲了第一类文件和证件类 我会提大家第一样东西就要带回护照 你们的ETA、COPR或者其他入境所需要的文件 第二样东西记得买旅游保险或者visitor insurance 第三样东西就是国际车牌 以及申请駕駛执照的证本 运输署的TD320 form 第四样东西就是你们的结婚证书、出世纸、学历证明、工作证明、IOS的成绩单 第五样东西就是身份证 第六样东西就是针卡 第七就是银行的提款卡、信用卡 建访大家带多几次款信用卡过来 因为其实不是全部地方都会收Visa 有些地方就是收MasterCard 所以一张Visa不能世界通行 例如Costco和NoFuse都只是收MasterCard 第二类就是说药品、防务产品、个人卫生用品 第一个要提大家就是要带少量的平安药 有足够的医生配方药、有药油 我自己本人就带紫花油、澳洲的木瓜箱 俄罗纳英软膏、幸福相风咳嗽 我也有带来的 第二类就是日本的按摩贴、按摩膏 或者泰国的按摩膏 我自己也有带来 因为我本身有用的 而且这里买也是有类似的 不过就好像贵一点点 第三样东西就是戴口罩 因为其实在香港的类别会多很多款式 有多很多 在这里level1至level3都容易买到的 因为现在都很多货 大概level3的话 其实是$25一盒的加币 但是款式就比较少 很少有pattern给我们选择的 多数都是正式的 例如可以买到白色、蓝色和粉红色 这些都会买到的 有些彩色的台湾口罩都会买到的 但是如果你要买款的话 就一定在香港买比较好 比较多 而第四样就是毛给滴 因为其实在夏天这里都比较多 我每次回香港都会买两三枝毛起滴 在旁下身的 很快就用完了 第五样东西就要戴Tampo纸巾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比较多用包装纸 在这里其实很难买到包装纸巾 一盒一盒的 所以去家就没那么方便 但是餐厅其实多数都会有纸巾给到来的 第六类就是类型贵生用品 在这里大型的牌子 例如护书布这些你都会买得到的 但是你想用一些日韩的牌子 就商得比较贵和比较少了 第七样就是鼻敏感药或者通鼻塞产品 我自己都有带过来的 每次因为我自己有鼻敏感 所以其实来到多伦多 好很多了 其实基本上很少发 但是有时花粉的季节 其实就会相对需要被敏感药 或者通鼻塞产品旁下身 第八样就是说眼镜 日韩的contact lens 太阳眼镜 我自己去公园的话 一夏天我一定没戴太阳眼镜 因为这里真的很光红很晒 而本身我没有近视 所以眼镜我就没有买到 但是我的朋友就提醒我 他每次回到香港都会买一些contact lens 和眼镜 因为日韩contact lens 在这里相对比较少款 所以他们建议都要买一点的 第三类就是说三副鞋物 如果大家在秋冬来到多伦多 记得带羽絮小量的冬天衣物 保暖衣物 还有三副鞋物 其实这里也有得买的 但是款式就没那么漂亮 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带些过来 但是不用带太多羽絮 第二样就是深爱的名牌袋 其实可以带小量过来 其余可以在香港买了它 第三样东西就是韩国公仔物 在这里买大概10元加币一对 而我每次回到香港都会买得多 因为多些款式 而第四类就是日韩衣物 特别是夏天衣服 长袖衣服 薄的长袖衣服 披肩 薄的衣服 我都有带来的 因为其实在这里的款式真的很噁心 所以我自己比较多 回到香港我一定会买很多衣服 第五样就是日本的内衣 其实这里的欧位品牌比较多些 我自己本人就喜好日本产品 所以我自己一定会带的 第六月类如果大家在这里 会准备结婚的话 我建议大家 像我那样在香港带了婚纱 或者晚妆过来 在这里的款式很噁心 其实有些选不下手 而且很贵 如果你要度身订做很贵 所以建议大家先在香港带着婚纱 或者晚妆过来 便宜漂亮正 第七样就是日韩的鞋 在这里比较少见到的 我自己每次回香港都戴大量的 所以我自己喜欢穿这些 而且这里相对要买都比较难和贵 第八类就是上班的衣 以及one piece的上班裙 因为这里的衣 很多都是不收身的 百多元至几百元的衣 都会有得买 但是不收身就比较不错 第二样就是one piece的上班裙 其实香港就比较多 可以买到日韩的款式 这里是少一点的 有很多半折款 我暂时未见到 適合我心水的one piece上班裙 第四类就是说饰物 我自己有带到 心胃的首饰 金饰和钻饰 过来 因为入境有限颜 又或者如果你移民过来 其实你要申报 比较麻烦 建议大家带少量过来 其余可以在香港卖了它 第二样就是首饰盒 因为我特意有一次 就回香港带回我的首饰盒 因为这里很多都是正式 很多款式 或者格数都不多 所以我又带我自己的首饰盒 第三样东西 我在这边结婚 所以结婚戒指 我在这边买的 我很后悔 因为在香港你会得到很多很多款 但是这里有些又贵 有些又不漂亮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结婚戒指 求婚戒指 先在香港买好 再带过来 第五样东西 就是说到美容产品 化妆品 护肤品 我会带美容电子产品 一些按摩器 洗面机 这些东西 因为这里买相对贵一点 第二样东西 还有我会带日韩台的美容护肤产品 或者一些面膜 我都会带过来 有些牌子你未必能买到 第六类就是电子产品 电脑、tablet、手提电话、相机 我都会带来 虽然我要再换转插 但是这些商品比较贵 我自己会带过来 第二类就是电线、插头、拖板 我都会带过来 因为可能你刚刚过来的时候 你家里的东西没齐全 又或者住酒店 那你一定要有拖板 第三样东西 就是手提的抽真空机 和抽真空袋 我都会带这些过来 因为方便我抽真空 可以带回一些东西 在这边我好像未见过 可以买抽真空机 手提的抽真空机 第四类就是电视盒子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大家都需要娱乐 所以记得在深水谷买过来 第五类就是电话尿袋 无线充电器 记得买 或者带 因为我每次都买的 因为在香港买得便宜 我们可以淘宝 这里也有得买的 不过贵一点 第二类不值得带的物品 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行 就是大量的羽绒 因为多伦多都便宜 有减价 这些又大够 就算抽真空之后 都是亚伟的 所以不要在香港买大量过来 第二样东西是海味 因为其实在这里 有很多中式超市都可以买的 例如圆背 響楼 法菜 不同种类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买的 不用怕买不到 不要偷运过来 尤其是这些 立场这些东西 不能带的 第三 就是说 一些Globalband的 波鞋 不值得带过来 因为在这里买 经常都减价 或者你去欧力买一些 不是当季的款式 其实都是便宜的 而且去美国也便宜的 所以不建议带大量过来 第四类就是维他命 其实在这里买很便宜的 所以千万不要带大量过来 第五类就是香港 日韩、台湾的零食 因为其实中式超市 都有我们吃开的零食 卡罗比、Kicat、Pocky 这些全部都会有的 除非大家想吃一些 很刁钻的零食 否则其实在这里 比较贵一点 价钱都会买得到的 第六类就是主食用具 其实这个Buno煲 也有得买的 很多不同类别都有 所以不要带一些 大型的主食用具 过来 除非你有深爱的煲 一定要带过来 第七类就是龙角散 我以前每次回香港 我都有买的 但是自从我看到中式超市 都很便宜之后 我就放弃了 我不会再买了 第八类就是大型的家具 因为其实这些都比较亚伟的 就是我在这里 其实我全部家具 我一样东西都没有在香港寄过来 我全部都是在这里买的 电视、冰箱、厨房用品 那些电器 因为电压不同 千万不要寄过来 第十样就是大量的unico 产品 因为其实这里也有 最后建议 大家如果差不多 在Bat Friday的时候 买 全年最便宜的用品 如果创失了Bat Friday的话 可以在Christmas再送货 相对便宜一点 我自己本身就是 两行李箱 和一个袋子 之后再寄两箱东西过来 其实我不是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其他东西 我在2019年 当我重新来过 我重新买过了 断捨离 提醒大家 如果你什么都想带过来 是很贵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想清楚才买行李 今集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